大家好 我是愛的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那塔角色入詞順序 5.1雙線55 火神炎75.5 還有6位新角色微亮相 瑪拉尼撞無資料首爆 隊長不進遲 火神有心一復 公子那塔新劇情 元神 那塔玩家角色抽取意願排行 隊長排行近靠後 火神套P 元神 5.0到5.3新角色曝光 兩位成女兩位少女 流水吸引力拉滿 元神官方公布的最新視頻裡面 已經給大家展現出來了 5.0版本之後 要上線的新角色 目前來看 是有6個新的女角色 以及2個新的男角色 不過不確定隊長會不會進入卡池 個人感覺隊長的建模 應該是不適合進入卡池的 那麼這幾個角色的正確進入卡池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呢 果子這裡也是綜合了幾個內鬼大佬的爆料 給大家分析了一下 如果有自己喜歡的角色 可以規劃一下自己未來的抽卡計畫唷 5.0版本會上線一個五星的水系女法師 以及草系五星大劍角色 剩下的四星蘿莉角色則是岩系輔助角色 5.1版本會上線一個成女大劍角色 以及一個成女弓箭角色 只是不知道這兩個角色哪一個是五星 哪一個是四星 應該不會同時上線兩個新的五星角色了 5.2上線成男弓箭角色 其中火神的上線時間雖然沒有寫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神明角色的上線時間都是在大版本的第三個版本上線 也就是5.2版本上線 5.3版本上線少女法師角色 這個角色應該可以確定是一個新的五星角色了 目前來看5.0版本到5.3版本會上線八個新角色 其中僅有兩名是男角色 也符合了我剛剛的預測 我個人比較在意的是那個岩系的成女弓箭角色 看來我背包裏溢出的中莫弓終於有用了 目前來看官方給的誠意還是很足的 加上現在爆料的那塔版本PV 那幾個女角色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看來我的原石已經不夠用了 有關那塔角色入持順序 5.0草大劍基尼奇加冰少女 馬拉尼加四星的閻羅莉卡奇納 5.1五星閻西單手劍西諾寧 加五星兵系弓成女恰斯卡 5.25星封系弓箭歐洛倫 5.3星四星兵法少女倩特拉利 看來策劃是挺急的 看著不錯的女角色都壓在5.3出完了 不过前幾個版本火神不UP 莫非是因為後半熱度太低把神挪到後半了 而且火國前幾個版本一個火系角色都沒有 是有點讓人捉摸不透了 不過將在5.1版本入池的這位 冰系粉髮小姐姐卻引起了熱議 不少玩家覺得 恰斯卡是隔壁皇權改模的 也有玩家覺得是蘋果姐的廢案設計修改的 不過個人感覺也就部分設計有些相似而已吧 有關原神2024音樂會宣傳圖以來 我那美神降臨 不過並沒有國內場估計是海外特工 場次也都是海外 不然國內應該也發了 有關404舅舅今天放出的重磅消息 隊長確定不自機 法爾加團長和富人目前都沒有確定落地 後面將詮釋女衛星女主推男角色 基本路人待遇 雖然我只衝女 但我覺得美國最少也該出兩個男舞 女角色多是好消息 就看角色好看不好看吧 看看那西格文龍西夫人千姿你會喜歡 還有就是什麼時候能把每個角色固定的屁連去掉就好了 也有玩家調侃說 風丹女連發流水不行 說明該狠狠出男角色啊 我支持集美訴求狠狠出男角色 除了在PD中公布的這幾位角色 其實策劃還藏了不少人沒放出來 例如《平姥姥少女》以及《平嫁果》 納維的西巴拉克這三位五星角色 此外還有之前曝光過的豐丹哥特少女 蒙德西雀鬼小男孩虛迷的木乃伊少女這三位 星四星也會在那塔版本入池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那位角色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根據論壇上的抽取意願排行榜 這一舉動讓很多旅行者感到非常興奮 眾所周知 那塔的幾個角色的屬性和定位 已經被大佬所確定 從外觀上來看 這已經決定了大部分玩家的抽取意願 這意味著玩家們對於特定角色的外觀和屬性 有著很高的期待 並且願意將他們作為自己的首選角色 進行抽取 這樣的情況在遊戲社區中並不罕見 因為角色的外觀和定位 通常是玩家們做出抽取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毫無疑問 火神馬威卡肯定是抽取意願排行榜中的第一名 眾所周知 七神角色的抽取價值通常相對較高 此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混池的開啟 目前還沒有聽說 神角色會進入混池 這意味著他們在每個大版本中會固定復刻 火神的強度在論壇上得到了玩家們的考證 被認為在七神中排名第二 而排名第一的當然是智東冰神 這些因素都讓火神馬威卡成為玩家們抽取的熱門選擇 根據大佬發布的信息 倩特拉利是一個冰系角色 並且初步定為四星角色 這只是臨時的信息 許多玩家表示有點可惜 認為如果他被設定為五星角色 玩家們也能接受 並且五星角色通常具有更高的面板數值 然而如果倩特拉利被設定為四星角色 那麼抽取到他的概率也將更高 最終的星級設定仍需等待官方的正式宣布 令人驚訝的是 排行榜上的第三名竟然是魚人種植刑官隊長卡皮塔諾 關於這個角色 具體是第幾席 網絡上的答案各不相同 存在很多爭議 然而根據大佬的信息 卡皮塔諾的實力應該不會差 畢竟哥倫比亞角色的能力 與隊長密切相關 至於奈塔將與哪位執行官一同進入卡池 目前還不好說 因為只有隊長角色被宣布亮相 而後續的劇情將揭示更多信息 我們需要等待進一步的發展 來了解更多關於卡皮塔諾和納塔的情況 恰斯卡排名第四 吉尼奇排名第五 而伊安山則位列第六 作為最早被了解到的內塔角色之一 奈塔在PV中也只是一閃而過 我們期待奈塔以及其他角色在遊戲中 展現出優秀的實力和能力 抽取這些角色的玩家們 也希望他們能夠在戰鬥中發揮出色 讓我們共同期待內塔和其他角色在遊戲中的表現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來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有關西班牙鬥牛捷赫途一覽 易斗也是牛牛 牛牛鬥牛牛 沒想到西格文、弗妮娜都在這 不留個臉連洞下 有關5.0水法馬拉尼專武 攻擊力542 暴傷88 20生命 初始48普攻增傷 每下普攻消耗12% 初發蒸發增加12% 上限48% 正統蒸發水C 附著頻率估計不會很高 火神看來是真的有高頻後台火 看起來5.0的兩個都等火神 策劃也是終於正常做角色了 像之前4.0的淋漓和服根本站不上扁 這樣看來火神很大可能是大香菱 還加前台角色攻速 有關近期爆料總結 關於少女 納塔主線路人 但是在納塔落地 目前來看 士兵系單手劍 主線劇情少 5月1日露臉 5.2解釋是仙靈 人色偏神聖感 無感情波動 說話好聽 有VML要素 據說是派蒙要掉線 由少女來陪履欣善善 靖之東 關於隊長 納塔主線主角之一 地格很高 入池的可能性非常低 關於博士攻擊 不會入池 關於大團長 會入池 還早 納塔大概率就兩難舞 而且到過年就機尼其一個難線舞 關於西巴拉克 納塔主線重要角色 參考術王 赫戈利亞 但是打贏復活賽有兩個核心設定 一個都知道了 火龍 一個納塔主線核心 納塔後期入池 關於火神 PV裡的抽到的 看不懂什麼意思 推測PV裡的不是火神 或者不是完全的火神 所以火神落地 會有新衣服 大家直接等5.0週年慶賀圖吧 關於公子 納塔主線有一定劇情 不打醬油 說是鋪墊個新設定 大概率於公子本人沒劇情不出場 不出場怎麼鋪墊設定 我也想不到 關於恰斯卡 竹線重要角色之一 身份比較高 關於周本 深淵將領 其他 目前來看 納塔版本男角色確實偏少 但是該是劇情核心 還是劇情核心 不會出現全部男路人情況 瘋單版本男角色也不多 龍王必格不夠 還是強度不夠 大家先簡單了解一下吧 那麼今天的消息就這麼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關注下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谢谢观看